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表示 美国对俄罗斯要求缓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危机的首次反应是积极的 这场危机正在动摇欧洲的安全平衡 在持续了近四个小时的传统年终新发布会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了欧洲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俄罗斯提出了两项条约草案 禁止大西洋联盟的任何扩大 特别是扩大到乌克兰 并终止西方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军事活动 据莫斯科方面称 这是遏制紧张局势升级的唯一途径 他指出北约绝不能向东推进 他说希望美国的第一个积极反应 是宣布一月份开始在日内瓦进行谈判 他重申 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西方武器系统出现在其门口 周二 普京威胁说 如果他的要求不被接受 他将考虑采取军事强硬措施 普京的要求对欧洲的安全框架有着深远的影响 许多西方声音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保证 军事联盟仍然准备与俄罗斯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 美国准备从1月初开始与俄罗斯进行外交对话 但不是没有条件 然而白宫表示 第一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都没有确定 英国方面的反应要强烈的多 外交部长利斯特拉斯谴责克里姆林公 对乌克兰和北约的侵略性和煽动性的言论 他重申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和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的军事集结 是不可接受的 晚上 欧洲外交部长约瑟夫·伯雷尔 再次呼吁莫斯科将语气降级 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强调 对乌克兰的任何新的军事侵略 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和沉重的代价 此前俄罗斯被怀疑准备入侵乌克兰 这个现在亲西方的前苏联共和国的领土 也就是南部的克里米亚 已经在2014年单方面归属俄罗斯 据报道 有超过10万名俄罗斯军队部署在边境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